就是這上個禮拜類似的範例 上個禮拜是把它放在local storage 不過請你把它改成 放在資料庫 有哪些重點 不外乎就是什麼 新增技師1 新增技師2 技師3 新增新增新增 其實很簡單 上個禮拜是key value 這裡也是key value 只是說放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做完之後我們來看 不過key value之外 當然你還可以在第二欄 第三欄 裡面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做出來 長的類似就像這樣子 那我先把它刪除全部好了 這個已經把 這個是做table 把這個table給做掉 那目前的比數是0 沒有比數 所以我如果新增技師1 新增進來 OK 新增成功 會有訊息在這邊顯示 然後按新增 這個也會新增 不過因為它沒有跳了 反正已經成功 123 假設我技師1 技師2 技師3 我需要有顯示 所以這個顯示跟剛剛很像 把它顯示進來 但是你會發現ID是自動產生的 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auto increment 剛剛有提過 自動增加 那你只要增加什麼 既是內容的部分 這個是顯示 所以顯示 不過我這邊顯示是 顯示在這裡 它等於是用那個 HTML 的方式顯示 當然你也可以改 像剛剛我們是放在 list view 你也可以把這個改成 list view 最後的話 刪除 我剛剛刪除是直接就刪了 不過這邊我多了一個按鈕 就是按一下它 它是把那個 table 01 給刪除 這裡面的話大概有哪些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不外乎就是說 這裡面 新增技師練習 然後我只有一個 請輸入技師 這個名稱 文字欄位名稱的話 我裡面取名稱叫做 Test Data 這邊也顯示 其實你放在這邊 它會多一個那個 name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 ID 所以在 ID 裡面的話 就是 Test Data OK 然後下面再增加三個 三個按鈕 這三個按鈕分別就是新增 然後查詢 刪除 就是新增 然後做法上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建議各位就是也多多練習這部分 一樣超連結 那名稱的話就 BTN Insert 這個是 BTN Show 這個是 BTN Draw 裡面程式做哪些 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邊的話呢 我也會把那個程式 乾脆放在網路上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地方我就寫的 比較像之前的那個寫法 不過我這邊是先宣告一個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我是把它宣告在哪裡 當全域物件 全域的 所以這個 DB的話 再傳遞 Translation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OK 兩種寫法 所以 所以就是說到底你這個 Translation要怎麼傳 主要卡在那個 Translation 所以這個 DB 的物件 我就把它宣告在全域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會先建立 建立在這裡 Create 所以一先建立資料庫 一二這個三四 不過我這邊多一個喔 if DB 不是空的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也就是如果DB已經產生過的話 那我就不做下面 不然會有重複DB的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多一個步驟 然後呢 DB 會產生一個 Translation 然後 Translation 裡面的話就是 Create Table 一樣 if not elixer 建一個 Table ID的話是 這個所謂的那個 Integer 然後呢 Primary Key Name的話呢 其實這個比較 我叫Name 或者你可以叫Note等等 Varchar 24 最多就24個字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沒有 ID 其實我後面好像沒有自動給他 但是他也會自動增加 也就好像沒有加那個 Auto Increment 這個關鍵字喔 他也會自動增加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 Key 如果你不給他 他會自己增加 但是你給他 他會照你給他的 去檢查有沒有重複 如果沒有重複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加Auto Increment 這個變成他也會自動增加 所以這邊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那有沒有成功 成功的話秀這個 失敗的話秀失敗 OK 第一個就是Create 第二個是什麼 顯示全部 也就是如果說我今天喔 假如重新再進到這個資料庫的話 他會去抓一下 裡面有沒有比數 如果沒有比數就顯示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他就顯示目前的比數 比如說顯示出來 這邊比數 所以這邊是會先把DB給秀出來 那DB秀的話呢 我是放在這邊 其實喔 也是先檢查 DB有沒有存在 如果DB存在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Select所有 front table 就可以把資料給查出來 分別怎麼樣 這樣 在底下 把那個資料比數呢 列出來 列在哪裡 列在那個Data裡面 所以Show Results 這個方法裡面 就是把資料丟到那個下面去 其他的話不外乎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當點擊他 Insert的話做什麼 其實這個我想跟前面類似 Insert的部分 就是執行Insert into Table 但是我這邊只有給一個Value 就是給Name而已 其他沒有 就是把Data丟進來 另外還有就是說 當我查詢 這個查詢 其實就執行DB秀 其實就剛剛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預設就會直接秀了 那Drop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那個資料庫給Drop掉 所以其實喔 這邊的話呢 我一樣去Drop掉 把這個地方Drop Table 這邊一樣 多寫一次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可以把它 把它mark掉 因為我有個全域物件 所以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存取到DB 所以就不需要重新open它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等一下 最後有個修Redout 就把資料秀到哪裡呢 秀到底下 所以這個底下會有一個Redout 它是一個IDV 把它秀出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等一下會把那個 我剛剛寫的程式嘛 一樣會放在那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介紹兩個 資料庫關係的範例 那下一次的話喔 我想我們重點也許就是把它擺在那個 Json檔的開放資料 Json檔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 也許就直接乾脆再跟資料庫連接 乾脆就把資料呢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寫完之後的話喔 再做個查詢系統算了 關鍵字查詢 這樣多好 對不對 那以後呢 隨時update新資料 那比如說 上個禮拜講過哪裡在修道路嘛 那你可以按一下 打開它就自動從開放資料下載 然後呢 你看一下 這裡面如果太多 你就下一個關鍵字 比如你家 門前的路名 輸入看看有沒有在修入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顯示出來 那些相關的動態等等啦 類似像這些資料 那我們大概就是用那個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吧 或者你 其他像 直轄縣市其實都有開放資料 然後 政府機關也有開放資料 那我們下禮拜也許主要以Json為主啦 不過其實我還蠻想說 除了Json檔以外 任何放在網路上的資料 都叫做開放資料 其實都可以隨時抓下來 比如說外匯啦 股票啦 等等的 反正放得上去都可以抓下來 按下來直接全部看到了 這樣子其實就方便許多了 OK 不過這個部分我想看看 時間如果允許的話 我們再額外補充 時間如果允許的話